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肩中炎 這裡痛 這裡痛還有肩上痛 還有肩臂就是指這一段 還有腋下痛 側胸痛 有沒有人有這樣的症狀 您這裡痛是嗎 從哪裡對過來 從背上突過來 從這裡是嗎 它從這裡劃過來 到這裡 但從這裡劃過來 這裡劃過兩個點 有沒有注意 這裡的痛是要處理哪裡 胸椎 對啊 所以這裡的痛一定要胸椎解決了 那這裡的痛 揉這裡 這裡就是我們說的 這裡又是開關又是影子 對不對 本尊又是影子重疊的地方 那這時候可不可以揉 可以 剛剛已經 你這樣多久了 我有二十多天 我是開車的實際 我以為是頸椎 按頸椎的時候也好一點 按頸椎也好一點點 按頸椎它這裡也好一點 背上也好一點點 這樣也好 這裡就不會好 按頸椎會好是因為 按頸椎對胸椎有沒有幫助 有 下面的病上面來解決 所以這時候你按頸椎 按完 胸椎會稍微鬆 這裡鬆了就會對後面怎麼樣 間接的鬆 但這裡間接的鬆 已經算是怎麼樣 舒服點 這裡要鬆到讓它這裡 力量不夠 其實我等一下揉這裡 它這裡也會鬆 因為它只是經過這一道開關 這一道開關 但這一個點 對這個是治療點 對這個點呢 變成什麼 舒服點 也就是間接點 那我說 為什麼針灸是小開關 它都是間接點多 都是間接來的 所以間接來的力道都不夠 即使會好 那改善度也很差 所以就不如直接來的 所以它頸椎揉完 它感覺這裡會稍微鬆 但對這裡沒有幫助 是因為它這裡揉完 這裡鬆鬆了 鬆這裡來 變成它經過這一道開關 這一道開關 兩道 那我揉這裡 經過這一道這一道 所以我也確定 這樣如果它 我這樣揉的力道 它自己揉都能夠經過兩道關卡 我揉這裡也一定可以經過兩道關卡 但我等一下可以做給大家看 我先揉這裡 它這裡這裡就應該鬆了 但是它以為這裡鬆了 其實它鬆的不夠徹底 我再把這裡揉的時候 它會感覺又會不一樣 好 那您 您這樣說多久 二十幾天 二十幾天 好 趴著 那應該算還好 您是這一首吧 好 我倆 反正我先查查看 這裡疼嗎 可以 這裡呢 可以 疼 這裡 也是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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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也疼 不疼 不疼要跟我講不疼 這裡呢 這裡也不疼 這裡呢 這裡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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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疼只有這一段而已 就是這一段 是不是 這裡疼對不對 這裡也疼對不對 這裡也疼 好 那這一邊你看 這裡疼不疼 這裡呢 這裡不疼 不疼 那你太好處理了 你就只有一點點而已 好 那就 這裡疼嘛 好 這樣就可以 你先看看 看看 看看先生那個感覺 這現在輕鬆多了 輕鬆多了 輕鬆多了 但是喔 大家別以為他只是說 他的形容實叫做輕鬆多了 我認為他還不夠鬆 為什麼 我一個開關沒有做 我這個開關沒有做 但是你後面是不是鬆了 這裡 對 他後面才是真正的鬆 這裡的感覺是不是比這裡更輕鬆 對 這裡感覺還有沒有解決 但是是比較舒服對不對 對 這裡是感覺解決的嗎 解決 這裡解決的 所以我說的間接開關 大開關跟小開關 你們了解了 了解 好 所以我說這個開關 才是真正解決這裡的大開關 所以我們針對也可以在哪裡扎 都說有效啊 好不了 好不了的原因是什麼 間接來的 這樣你們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你趴著 我再坐 這裡疼嗎 這裡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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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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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